三个中产党 似乎我们很久没有说过 关于中美贸易症的问题 刚好看了有个港大金融学系的学者 写了一篇文叫中美贸易战的经济背景 我觉得值得一提 我们可以隔了这么久 什么时候出的 这篇文应该7月2号出的 今天才到7月才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原本是两个星期前讲 我觉得是他 这个是一个问题 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开始讲的 我觉得它里面有些论点是多值得去讲 当然你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讨论 已经重复又重复 不停有人讲过 如果没有这篇文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 但这篇文提了两样东西 我自己觉得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 第一样东西 其实在茶党或者共和党 已经听过这么多次 甚至他们拍了很多片 我们看过十几条片关于这件事 他说中美贸易战其中一个源头 在于中国 故意用低股人民币的币值 去增加中国的出贸竞争力 然后就用强劲的出口推动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结果这个贸易逆差就越来越大了 去到这个08年 甚至乎去到国民生产值的8%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根源 慢着 他评论别人的茶党说的东西 还是他自己 他自己应该是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这个你问我的话 就不是经济分析 是 这个是政治宣传来的 是 就是那些 美国佬 我们现在美国的国债被共产党买了 终于他会控制我们的国会 或者我们美国 现在就是被人家抓紧就饭 就是因为他们将人民币汇率操控 听得太多了 但是都是由佩林 就是那些最右最极端的共和党的人来说 那个问题 我真是有问题 究竟这个时候 是债主丶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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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你的债子还是恐怖有力的时候 如果你的债主收费 那无所谓 你自己是一个黑社会来的 你的军兰 就是以前190几年的时候 几百年前一直都有这样的 就是ok你差我签不还 我快点军兰走过去 然后掠夺你的东西 然后掠备完之后慢慢回来 但是又不可以 你差人一万就一定追到你受 你差人一亿 别人自己都当你老板那样看待 但是如果你差人一亿 然后你再可以占个全家 那你也是老板来的 你的债主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可能 在维来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一般观众都不知道 我们都是听过这些宣传 而这些宣传应该是由特朗普说出来 就更加多人是被他洗脑了 但是我们都应该有客观来说 究竟这个人民币汇率操控或者故意 undervaluation存不存在 又或者这一样东西 是不是就是令到中国 或者以前的日本 因此就可以经济起飞呢 我说一点经济理论 留下人民币是否操控 或者日本的经验 其实经济学界 我的理解 基本上是有一个共识的 就不是他说的政治宣传 他不是说大多数的经济学者都认为人民币的贵 大多数政治宣传 大多数的政治宣传 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 都不是这样的 首先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你的所谓的 Current account 是不是叫经常账 经常账 还有你的Capital account 资本账 数要对回的 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说 它是 毕业有赤字 你某些赤字 反过来看 同一件事 就是你的资本账有的盈余 你再想简单一点 不要说那么多複雜的 经济的名词 你货换货的话 如果是美国和中国有贸易的话 美国人买了中国的货 那中国人换货 换货的话 换货回来 总会换货回来 要不就换货 要不就换货 要不换资产 钱就是资产 钱是其中一种 你交换的时候 就算换资产代表什么呢 换资产的意思就是说 再可以看成说 换将来的货 只不过是不知道将来到什么时候 从来你看到这个 懂经济的人就知道 我们看回一个没有货币的情况下 大家就是做交易 做交易 我要不就买我那些 你买我那些 将来的购买力 那变了 这个第一点 就是两条章 退回的时候 从来都退等的 是的 所以问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不是说 是不是你特意贬值 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的价格都会调整的 那些货物 所以问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问的问题 反而是为什么 美国佬 那么喜欢花钱 那么喜欢才花美来钱 储蓄率那么低 但是中国过去那几十年 储蓄率那么高 就是这个问题从来 学界经济学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国过去那几十年 储蓄率会那么高 去到最高峰的时候 去到50% 那么在问这个问题 他因为不喜欢花钱 想延迟消费 那么主要的问题是这里 学界那里 就不是说 主要是说他说的 就是去 压低人民币 就拿到一个好处 这个其实我也记得 张五常有说 他说 其实也不用说到这么久 就是新的说法 很多对于港场协定 是不是令到日元急速升值 然后令到日本的经济崩溃 因为很多人质疑 现在我们以前的 认识就是觉得 不是就是因为你 日元的汇率太低 搞到你经常拿到美国的好处 然后美国打回来 现在的看法就是什么 就是日本的经济坏 其实未必关于汇率的事 可能是因为你半徒底的产业放弃 可能是因为你那个政府 那些大傻金钱的策略有问题 甚至乎就是有些人说 日本的经济 之所以几十年开始衰退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差 就是因为他买了很多美国资产 慢慢撕 撕到今时今日都没撕完 所以就算他这篇文章的说法 是有提到一些政治宣传号 如果是一个经济角度 没理由不提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那都显到你 OK 我想用一些 就是我们炒东西的方法去解释 如果有一个人买我的股票 我是一个上市公司 买我的股票买100万钱 他多了100万的扣买力 我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买了100万钱的股价就升 OK 就是对于回律升 对不对 你要求 demand大了 我另一个方法 我就是印一些股票给你 那股价就没有升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任由个价格升 然后我就 但是我印股票给你的话 我就有钱 在公司里做reserve 当然那个理论实在 但是股票开门 我就提起钱 如果你是中国 假设你有一个贸易的不平均 不平衡 那你会选择 汇价升 还是拿些美金呢 如果汇价升了 你就没有了那个 调节了 你拿些美金 当汇价跌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你就拿些美金就行 对不对 其实你会对汇率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他的那么大的外汇 外汇存底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你究竟选择哪一个方法 他选择了方法 就是不是升 而是拿些美金存底 如果不是的话 假设他的平衡 一直在升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美金存底 你就很危险了 整件事 他这样做 我觉得应该是 现在他跌的时候 他就去买回 他用美金去买回人民币 对不对 他会去顶住那个价格 如果假设 特朗普是说 他 买了去 然后升了去 那就是应该 当你喝的升的时候 但你没有换到外汇 那时候就是跌的时候 你不顶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觉得他是 一直用一个 undervaluation 去拿这个贸易助数 喂 现在不是发达 现在根本你不需要 顶住人民币 已经不停跌下去了 你应该有没有 是的 我都说有一样东西 特朗普是永远都不能够 兑现他的承诺的 就是要将这个中国控告 去做这个人民币操控 为什么你不行 因为他的操控就是 益了你美国佬 因为他一定要顶住人民币 然后没有经济崩溃 你经常都觉得他是 故意undervaluation 现在你就发觉 其实他现在就是要 靠顶住人民币 才能够可以维持到 他那个国内的权威 这个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他很有趣的 也是说有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认同 就是说基本上 现在在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不觉得 那种自由经济市场 是成为这个主流 甚至乎IMF都说 一定要去进行资本管制 因为这是一个政策选项 所以 怎样呢 我真的有回应 从来 行外的人不知道这个现实 从来 比如我这些 真的是 就是IMF 真的是名校出来的那些人 在芝加哥 我自己是芝加哥 其他 MIT 我喜欢的那些 我们是 我们是 联合的那些学生 是永远不会去IMF 是 不会找那些工作的 反而是 IMF 很多时候没人理的 是 IMF没有个人工吗 我不理 因为他们很差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 名校出来好的学生 一定是去到学校 找教職的 不是说IMF 或World Bank 没有好的人 可能高级的那些 一两个是好的 Joystick 是的 但是 最低限的 但是 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 差别的人 所以那些不是主流经济学家 他们做很多 IMF的报告 我不知为什么 香港的媒体又是 或者你不是真的 在那一行的人 以为很厉害 那些 其实 其实是 流流的 很多时候 我就是说一样 也不是出流 我记得IMF是对香港有一个建议的 就是它要增加香港的财政储备 而香港那时的财政储备 已经是万几亿 我就是听这一个报告 我会觉得你很生气 但是它还有说它不单止IMF 它说因为 现在的中国经济这样的发展 是令到那些美国优先抬头 提倡保护主义 所以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 就开始逐渐衰退 世界各国就会去加征关税 这个才是新的一个潮流 那你们怎样看这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自由经济 即将会衰退 它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 我想就是 就是 不要说经济学家 好像特朗普是没有反对自由经济 他只是说你不够自由 所以才搞 因为你们不够自由 我们要更加自由 这个在地球上 应该没有一个国家 是反对或者没有一个正常的人 是反对自由的 只是特朗普都说 大家都觉得贸易好 经济学家 只不过因为你这么坏 你不自由贸易 所以就更加不自由 至少原则是没有人反对 其实都不了解 特朗普经常都叫人家加关税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没减 你减了我就不加 其实他去到最后都是要消除 如果有一天中国台国说 我全部切了麻烦你全部让我进来 他就已经没有负 我的回应就是 首先那些不是主流经济学家 可能是好流经济学家 好流经济学家 好流经济学家 关税是不是加 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件事我还要说的 就是关于自由贸易方面 我可以这么说 他们应该读一道共产主义理论 因为就算是共产党共产主义 都是赞成自由贸易的 只不过是贸易在共产国家之内为止 就是大家从来没有人觉得 就算是共产主义国家 是交换不好的 就是大家都觉得 大家交换这样是好的 他们只不过共产 他没有否定过交换 他们在共产主义国家之间 是不停的交换的 就是贸易这样是好的 那个接受程度 就算是 193几年4几年5几年6几年7几年的时候的 共产国家都是接受的 从来每一刻 经济学界里面 都有比较右的 都有比较左的 就是有些比较觉得自由经济好 都有一些觉得多些政府监管比较好 不是 我这样讲 我自己才是这样 是现在讲自由经济和不自由经济 那样东西和贸易是没有关系的 是贸易就算你不赞成自由经济 你都赞成贸易的 我就回到你了 但是就算是相对比较左 我觉得政府的角色要重一点的 的经济学者也好 去到贸易这个问题的时候 没错 都是觉得 就是你加关税 是一个保护主义 只要是益了部分的企业 对整体的经济来说 都不是那么有数 社会主义都是赞成自由贸易的 这是两样东西 最后我总结 就算你现在讲 常常说恐吓要加关税 对比在三四十年前 那些就真的是贸易壁垒了 几十年来拆了多少关税 建立了多少自由贸易 现在它只是用来恐吓它 你如果不选择我就加 都没落实去做 还有那些全部大家都知道是 还有其实有个回应 有些主流经济学者 当我记得早 半年一年前左右的时候 差不多是 无论的一确实日子 当 特朗普说要 贸易战关税的时候 其实是有些主流经济学者 联署 就跟他说 我们看回大萧条的那个年代 就是因为加关税 于是乎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搞得经济很差 其实没有人出来 支持做得好加关税 没有主流经济学者 做过这件事 希望康正一些 错误的经济学看法 这一集就到这里